美國南加州的慈激關懷戶曹愛國 兒女因為罕見疾病過世 非常的悲痛 慈激志工長期的陪伴 讓他們走出喪子之痛 曹愛國夫婦的一雙兒女 罹患罕見疾病過世 慈激志工的陪伴與關懷 是他們走出第一潮的關鍵 慈激對我們來講 就是說我們是從內心 是非常感激的 因為在我們最困難的時候 在我們很無助不知道那樣子 就是該怎麼做的時候 我們找慈激的時候 那慈激真的是幫了我們很大的忙 讓我們覺得有很大的安慰 而且就好像覺得 在以後碰到什麼樣的事情 我們可以去找慈激 是可以依靠的這種感覺 2016年的新年玫瑰花車遊行 志工將帶著這對夫婦一同參加 宣揚兩個孩子器官捐贈後 以愛人間愛不止息的精神 如果他的器官能夠捐贈的話 可以就說救了別人 然後同時他的這個器官還可以存活著 宗教的智慧帶來寧靜 寧靜則帶來重生的力量 讓他們逐漸平復喪子之痛 帶來新聞 吳珍珠 武卓夫 美國報導